女排3比0大胜,郎平公开解释,为何一分都不能让,17个字或网友圣赞10月9日,在日本进行女排式锦赛迎来了复赛第二轮的较量,中国女排3比0轻取拉伊莫巴领衔的阿塞拜疆队,进入复赛阶段以来,中国队已经取得了两连胜,央视夸中国女排打得顺,郎平回复了17个字,进行血性和超高智慧拿下两连胜。 中国女排已经用最佳的状态剑指接下来的两大劲敌美国和俄罗斯,郎平指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现在这个阶段,每一局每一分中国队,都不能轻易地丢掉,现在的每一份都值得花心思去计算,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,不知道后面谁让谁,因此必须提前做好,迎接最大困难的准备。 采访中央市记者指出,今天女排打得相当熟,因为三局的比分是25比17,25-16和25-17,对手没有任何一局的得分超过20分,中国队基本都领先在了8分以上,是开赛7场比赛。 李中国队打得最顺的一场比赛,结果郎平果断回应说,不管打谁,都必须把命打,每一分都得计较,郎平指导说出的这17个字,瞬间引起了球迷们的共鸣,大家纷纷表示,还不知道谁让谁呢? 郎导一语重地,如果俄罗斯3-0或3比1战胜意大利比小分的话只能3比0,战胜俄罗斯才能出现,郎导真是一个有智慧的女人,可见,郎导短短一,七个字,就充分体现出了超高的智慧和血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